大焦点要带您看到的是台南归人晚间大约在11点钟左右发生了一起车祸 由于夜间号制呈现闪红灯的状态又疑似 机车骑士车速过快导致了这起严重车祸 机车骑士送医急救之后目前还是呈现昏迷的状态 车祸现场地面遗留碰撞后的碎片 一旁倒卧的机车与路面长长的刮痕清晰可见 地面上多处还留有大片的血迹 与机车发生碰撞的轿车后车门也严重凹陷 因为事发在深夜路口的号制早已切换为闪红灯的状态 而根据目击者的表示当时发生碰撞后 机车飞行了数公尺之远一次是车祸过快 这是跟那一台相撞吗 对 跟那一台相撞 不要急 我等一下问一下 看可不可以先把这车子翻起来 大半夜的接到电话家属心急如焚 目前受到重伤的机车歧视 综艺之后还是在昏迷当中 而肇事责任还有待警方厘清